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Mike呢 他告诉他的太太 告诉他太太什么事情 一件事情在这里 来 先把它标出来 第一件事情在这里 第二件事情在这里 好 整句话是这样子的 Mike told his wife that he had bought the lottery 好 他呢 Mike告诉他的太太怎么样 他已经买了什么 已经买了乐透了 乐透彩券 对不对 好 在不久的将来之后呢 很快的 他们就能够去欧洲玩了 有没有 人类因梦想而伟大 对不对 一张乐透在手 就说 马上就可以去怎么样 欧洲玩了 对了 他讲了两件事情 Mike告诉他太太 告诉了两件事情 一个小地方请你先特别注意一下 当他在讲的时候 当他跟他老婆讲的时候 他乐透已经买了 所以用的是 header bought 有没有 过去发生的动作 我们再叙述哦 当呢怎么样 Mike跟他太太讲的时候 Mike跟昨天跟他太太讲的时候 他先前已经去买了乐透彩了 所以记得 两个动作都发生在过去的时候 比较早发生的用什么 比较早发生的用过去完成 比较晚发生的用过去式 所以他是先买了乐透彩卷 再告诉他的太太 有没有看到 所以这个时太的这个小部分 要特别注意一下 时太如果搞不清楚 在时太那个章节里面 我们有详细的介绍 Mike told his wife 第一个事情 that 你看老师括号起来 第一个that是可以省略的 但是 另外一个连接词后面的that 就不能省略了 为什么 就像我们之前讲的 这个紧跟在他后面的 很清楚这句话 是Mike告诉他太太的话 但是第二句话 因为离得太远了 为了告诉人家 这个that所引导的 这个对象 也是Mike告诉他太太的内容 所以这个that 记得千万不能省略掉 第二个that 千万不能够省略掉 这个是老师要提醒你的 不是所有的that 都可以随便省略哦 好 再来 第二个 有关that连接词的重点 that所引导的名词指句 在say啦 hope啦 wish know explain 或者believe 这些动词的后面 可以省略掉 它在这些动词的后面 才可以省略掉哦 所以不是所有的动词都可以 所有动词后面的that 都可以省略的 也不是所有连接词 that都是可以省略的 来看例句 第一句 My girlfriend doesn't know I'm going to give her a big surprise 我的女朋友不知道 我将要给她一个大惊喜 好 还是一样 在know 在这些动词的后面 有没有 我说了什么 希望什么 know 知道什么 explain 解释了什么 believe 相信什么 只要是后面 所引导的that 词句 that都可以省略掉的 这个同学要特别注意了 在这些动词的后面 所以我们可以讲 My girlfriend doesn't know that I'm going to give her a big surprise 或者是把that 省略掉 因为它出现在 这个动词的后面 有没有看到 所以它省略掉了 再来第二句 I believe He is a great scholar 我相信 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学者 对了 有学问的人 我们称为 学者 I believe that he is a great scholar 还是要在believe 有没有 刚才有提到的 believe这个动词的后面 that 是可以省略掉的 这个同学要特别特别注意了 那当然啦 老师在这里呢 告诉同学 譬如说举一个例子 我们举在这里好了 我们说了 that I love you is true 好 假设我告诉你这句话 不要怀疑我对你的爱哦 我爱你是真的 有没有 常常我们会讲这句话 that I love you is true 我爱你是真的 这里的that能不能省略掉 不行 好 在这个部分 所以老师就是要 找一个例句来告诉你 这个that是绝对不能省略掉的 为什么 这整个红色粉笔所画起来的这部分呢 整个子句是一个名词子句 当主词来用 动词在这里 所以 that I love you 既然是主词 它是扮演主词的角色 它不是放在这些动词的后面 它不能省略 你能不能讲 I love you is true 不行 这个呢 你如果直接告诉这样子 跟你的女朋友讲 跟你的男朋友讲 跟你的太太讲 跟你的先生讲 哎呀 那真糟糕 表示你英文太烂了 记得 我爱你是真的 that I love you is true 这里的that 是绝对不能省略的 那么这个 跟我们中文的讲法不一样 我们中文直接讲 我爱你是真的 但在英文里面 你看 一个主词 一个动词 这里又来一个动词 有没有看到 所以你可以发现 这个I love you 这个子句呢 是纯粹只有当主词使用 怎么样把这个子句呢 变成具有 能够扮演主词的角色 它的功能 that that 这个连接词 就是为了让 子句 可以 纯粹拿来当主词使用 那当然了 对于 that 连接词的介绍 还是一样 连接词的那个章节里面 我们非常非常地清楚地告诉你呢 that 子句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所以同学要特别注意哦 that I love you is true 这时候的that 是不能够省略的 但是 如果是出现在这些动词 say hope wish know explain believe 这样的动词后面 that呢 是常常我们都看不到它的 好 这个是我们讲到的 第二个有关于that 是可以省略的时候 接下来 来看一下 第三个重点是 超级重点 超级重点 同学要特别注意 老师 很少会讲到超级重点 但是呢 这个是不管是在什么样的考试里面 都很喜欢出现的考题 包含你如果是个高中生 学校的断考啦 如果讲到这个部分 学校断考 学校模拟考 或者是呢 你去考全名音简 中级的程度 中级全名音简 几乎常常会看到这样的句子 到底是什么样的超级重点呢 我们来看一下黑板咯 C的部分告诉你 that的子句如果接在表示建议啦 像suggest 有没有 suggest 或者表示要求 譬如说ask 命令 order 类似这样的什么动词 这些意思的动词之后呢 that是不可以省略的 但是啊 句子里面也会有一个shed 那个shed呢 反而常常是被省略掉的 在美语当中 美国人 美国人所讲的美语当中 这个shed常常是被省略掉的 什么意思 来看一下这个例句 I suggested that Jack should finish the word as soon as possible 我suggest 叫做建议 我建议什么 同学 我建议你应该怎么样 我命令你应该怎么样 我要求你应该怎么样 对了 我们中文在讲到建议 要求命令的时候 其实后面这件事情是别人要去做的 应该要做的 所以其实都有一个应该在里面 所以这就是我们告诉你 这个that的子句 that的不可以省 但句中的shed可以省 shed常常被省略掉 因为我们中文讲 你应该要怎么样 我建议你应该怎么样 我呢要求你应该怎么样 所以这句话 I suggested that Jack should finish the word as soon as possible 我建议建议什么 杰克应该要怎么样 尽早 尽快 as soon as possible 这个片语叫做尽快 尽快完成这个工作 我建议Jack 应该尽快完成这个工作 对了 记得了 在表示suggest 表示建议 要求命令的这个动词的后面 这个that 同学很重要 绝对 绝对 怎么样 不可以省哦 这个that是不可以省略掉的 绝对不能省 所以并不是 在所有动词之后的that 都是可以省的 这个重点 跟刚才我们讲到了b那个重点 真是差的十万八千里 同样都是动词 但是同学记述三大类的动词 第一个表示建议 第二个表示要求 第三个表示命令 懂得没 建议要求命令 这三类的 这三类哦 不是只有这三个动词 这三类的动词 将来你如果看到 类似这样的意思 你可以用中文来翻一翻看 我要求它应该要怎么样 对了 我所要求的 我所命令的 我所建议的 都是它应该去做的 这个应该可以省略 这是that不能省略 所以你看到 这里的that 不能省 这里的should 可以括号起来 可以省略 所以考试的时候 你会看到这样的题目 来 我写了should 同学很清楚的知道 可是当我这样写的时候 很多同学会说 老师你写错了 suggested that jack 要么 加ed 用过去式 如果你现在式的话 主词为第三人称单数 应该加s啊 所以这个finish 要不是加s就是加ed 你怎么什么都不加呢 因为同学 这里是省略掉了一个should 有没有 刚才老师才把它擦掉的 这里是省略掉一个should 它省略掉一个should 所以主词不管第几人称 后面都跟原型动字 我有没有告诉你 这叫超级重点 超级重要的要点 有没有 为什么 因为很多同学会说 第三人称单数加s 有的同学会说 老师前面加了ed 后面也要加ed 统统不对 用原型 因为它省略掉一个should 所以像考试 考这样的题目 记得 不管第几人称 不管单数复数 原型写出来就对了 就是原型 有没有看到 因为它省略掉一个should 太重要了哦 好 所以同学要对不对 好 第二题也是一样的 He existed 他坚持 坚持 对了 老师刚才告诉你 这三类的动词 这三类哦 而不是只有这三个 三类 所以他建议 类似这样 我们说过 用中文来拍摄 他建议 他坚持 建议 suggest insist 坚持 我坚持你呀 应该要说实话 我坚持的那个对象 是你应该做的 我认为那是你的责任 那是你的义务 所以应该有一个should 含在里面 所以 I insisted that the meeting be adjourned till tomorrow 有没有 这个should 为什么会用b呢 老师 the meeting 如果过去should的话 用was 如果未来should的话 叫would be 为什么会来一个b呢 还是一样 同学 你把这个should 这样子画掉 你就很清楚了 有should 他要用原型的b 但是讲话是should是省略的 所以你会看到 这样的句子 好 你会看到这样子的句子 怪怪的句子 怪怪的句子 主词 有没有 你看这个that连接词 记得咯 在这些动词后面的that 不能省略 那么这个连接词后面 连接主词 连接动词 竟然跑出来一个b原型 哎呀 你如果没有听过谢老师讲这个重点 那你就搞不清楚了 为什么不用is 不用was 为什么不用would be 用well be 怎么可能 什么样的可能都行啊 为什么会是b呢 A 你要知道 他省略掉了一个什么 主动词叫做should 所以老师还是这样把它写下来 老师还是这样把它写下来 然后呢 你再用一支什么 用一支红笔呢 大大的呢 把它打上一个叉叉 打上一个叉叉 为什么要打上一个叉叉 因为我们讲话的时候 几乎这个should都不讲的 在美语当中 这个should 几乎都是省略掉的 所以你要了解 为什么后面人家用b动词 那么adjourn adjourn这个字呢 就是延期的意思 till tomorrow 所以他坚持这个会议呢 要延迟到 要延迟到明天 明天才开会 一直到明天 延迟到明天 so the meeting be adjourned till tomorrow 有没有看到 所以呢 记得像这样子的什么 这三类的动词 同学 笔记 自己要做 重点要画起来 不是所有的动词 都有这样的句型 所以第二类 有关that子句 that所连接的子句 that什么时候可以省略 在第二类 b跟第三类 c这两个重点呢 差的十万八千里 一个是呢 常常省略掉 一个是绝对不能省 但是谁可以省 that可以省 那么因为that被省略 所以你常常看到 不管第几人称 它后面都用的是什么 都用的是原型动词 用的都是原型动词 有没有看到 因为本来如果有是的话 是的后面是用原型 是的后面是用原型 那现在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是一个 我们不管是建议 要求命令后面都是一个 对方应该要做的责任义务了 所以呢 把旭的省略掉 看到原型 好 超级重要的考题 请同学要特别注意一下 好 这个是有关 我们谢老师帮你复习到 what that子句的重点 接下来来看一下 第六个重点 我们说广告啦 或者是一个告示牌 或者是一些新闻标题 它都是可以省略的 但是你要知道 它省略掉什么 譬如说你看到一个标题 是这样子 放在房子外面的 有没有 看到房子外面 写一个大大的牌子啦 那我们中文是写什么 我们中文是用红纸 写上一个售 或者是租 有没有 那么英文呢 它是写house for sale 因为它是标语 它标语的话呢 常常呢 都会用大写来表示 house for sale 或者是house for rent R-E-N-T rent叫做什么 出租 我们中文讲出租 那么呢 house for sale 叫做出租 或者直接写一个租 对不对 对了 像这样的标题 其实这一个呢 句子它省略掉什么 省略掉好多的字哦 像这一句话 如果讲成完整 叫做 the house 这一间房子 is for sale 这间房子呢 正在 怎么样 出租 the house is for sale 但是你知道 标题不要写那么长嘛 标题只要把你要表示的精神 讲出来就好了 什么the啊什么意思都可以省略 所以形成house for sale 集屋出售 有没有 我们中文是这样写 集屋出售 第二个 road closed 有的标题会重复用大写 有的是只有开头字母大写 老师要告诉你 是有这样不同的表现方法 road closed 整句话是 the road is closed 为什么用is closed 逼动词叫pp 道路怎么样 被封闭了 但是我们中文没有讲道路被封闭 我们中文讲的是 道路封闭 那么英文的标语会写上一个 road closed road closed 这是告示牌里面 有没有 road closed 叫做道路封闭哦 你不要硬闯进去哦 要不然你的车子可能会掉到窟窿里面去了 再来新闻标题 kidnapper arrested in Chicago 有没有看到 这是新闻的标题 不管你看的是什么 看的是电视新闻啊 或者是报纸上的新闻标题 那当然标题是要很明显的 让人家知道什么 到底你要讲什么事情 所以不要太多的罪字 有没有 太多不重要的字 所以你看到 kidnapper 绑架 arrested 绑架人家的人 这是绑匪 arrested 叫被逮捕 你看到他用的ed 不是过去事哦 而是pp 绑匪 被逮捕 在哪里 in Chicago 有没有 那么呢 像这样的标题 标题同学特别罪 主要的这些字呢 开头字母大写 那个介细词啊 或者是官词呢 它基本上 它都会小写就可以了 所以整句话是 the kidnapper 这个绑架者 was arrested 被逮捕 in Chicago 在芝加哥 整句话在告诉你呢 绑匪在芝加哥 被逮捕了 就像我们讲的 the不重要 the不重要 be动词也不需要 因为pp就可以表示被动 而且一看就知道 绑匪是被逮捕 而不是绑匪去逮捕什么人 绑匪抓了什么人 绑匪绑架了什么人 绝对不能讲成 绑匪去逮捕什么人 不对 逮捕是好的 逮捕坏的 对不对 所以这里 unrested 指的一定是被动 被逮捕 in Chicago 在芝加哥 所以这句话 kidnapper arrested in Chicago 很明显的 在新闻的标题里面 就告诉你 绑匪在芝加哥 救逮 有没有 我们中文讲 救逮 就是被逮捕的意思 像这样 你要知道 它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不过这样的标题 或者告示牌出来的时候 其实你不难了解 很清楚的 可以知道 它要告诉你什么 好了 这个就是我们讲到在这个部分的省略 接下来再来看看其他的重点 有关于其他的一些重要的特殊构句的表现 我们继续看下面的课程内容 在特殊构句的第四节里面 我们要提到的是插入的这个重点 在初级英文里面 同学看到的英文句子 几乎很完整的 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 中间没有逗点 没有破折号 没有任何插入的部分 不过呢 在英文句子里面 它有个特性 其实在讲国语的时候也是有的 只要你注意一下 你有时候在讲国语的时候 你会用一些插入的字呢 来补充 或者是来强调 来更清楚地表达你所要讲的 所以呢 在英文里面也会有这样的句型表现 同学要特别注意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首先是字的插入 那么呢 插入的时候呢 有时候是一个单字的插入 有时候是两个字的 片语这样子的插入 所以当然了 你不用去实际说 是插入一个字还是两个字 其实只要记住 这个插入的字呢 是为了要让整句话 从头到尾 更加的清楚地 交代自己的什么 想法 自己的意见 所以才会形成 这样的剧情表现 同学来看一下 第一个字的插入里面的 第一个 例句 His son 他的儿子 Fortunately was rescued from the burning house 整句话 你不要加 Fortunately 其实这句话 也是可以的 His son was rescued from the burning house 他的儿子呢 从什么样 从呢 这个呢 燃烧的房子当中 从失火的房子当中 被救了出来 被救了出来 整句话的 Fortunately 是加入了 讲话者 他自己的一个什么 看法 他的儿子 很幸运的 从什么 从呢 失火的房子当中 被救了出来 从失火的房子当中 被救了出来 这个Fortunately 你要放在巨手 也可以的 整句话 你可以说成 Fortunately his son was rescued from the burning house 但是他的位子 也可以放在巨中 诶 幸运 是谁幸运 是他的儿子幸运 所以呢 他放在他的儿子 his son的后面 his son fortunately was rescued from the burning house 所以在这个部分 你比较重要的是 要知道 诶 应该要 把插入的字 放在哪一个 适当的位置 整句话呢 不仅 不会影响到 他的意思 而且还可以 更清楚地表达 讲话者自己的概念 这个要学习的是 他的位置 那你讲的是 他的儿子 很幸运地怎么样 所以他放在这个位置 his son fortunately 当然放在句子的中间 插入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 逗号 来表示 我们也可以用 破折号 来表示 那么在这里呢 在这个句子里面 我们用的是逗号 好 告诉人家 我认为呢 讲话的人认为啊 怎么样 从失火的房子当中 被救了出来 这真的是一件 很幸运的事情 所以他就加了一个 这样的副词 fortunately 进去 同理 在第二个例句 she is undoubtedly 怀疑 是动词 undoubted undoubtedly 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副词 他无疑的 可以说是一个 很能干的秘书 所以呢 这里的加了 undoubtedly 这个副词进去之后 就表现出 说话者认为 他 说 对方 也就是 那个女生 那个女秘书 是一个很能干的人 能力很强的人 这一件事情是 无庸置疑的 无庸置疑的 我们也可以讲成 undoubtedly she is an able secretary 放这里 she is undoubtedly an able secretary 有没有 所以要看一下咯 这个句子 B动词 加上什么 PP B动词 加PP 被救出来 这样子意思很完整 所以我们把 B动词放后面 那这里呢 就让主词 动词跟着前面的主词是 she is 怎么样 undoubtedly 后面很完整 an able secretary 有没有看到 所以请你学习一下 这个 插入的这个副词 它的位置应该摆哪里 好 再来第三句 she was very tired 她很疲倦呢 never did this she went to work as usual 然而 她呢 as usual 照常去上班 she went to work as usual as usual 字面上的意思是 像往常一样 as 像什么 usure 是一般的 平常的 像平常一样 还是照样去上班 她如常去上班 有没有 整句话 she was very tired never did this she went to work as usual 这个never did this 是副词 而且啊 在英文里面 文法里面 它称为什么 它称为 连接 副词 它有一个文法 名称 连接 副词 它的功能 就像这个 undoubtedly fortunately 的功能 是一样的 它可以把一个句子 表达得更完整 它有自己的意思 然而 但是在这个句子 这个never did this 跟undoubtedly 跟fortunately 不一样的是 fortunately 它是纯粹一个副词 插在句子里面 让意思表达得更完整 这个也是纯粹一个副词 插在一个子句当中 一个句子里面 让它更完整 那么这个never did this 不仅是呢 解释成然而 它 你看 前面有she was 主词动词 后面she went 主词动词 有没有 它这个never did this 还连接 可以作为 连接两个主词 两个动词 这样的连接词的特性 所以在英文里面 它本身是副词 又具有连接词的特性 所以叫做连接副词 我说过文法名称 是按照它在句子里面 所扮演的功能而来的 所以你不用死背 它是连接副词 不需要的 你只要知道 never did this 可以有这样的用法 它可以有连接 两个主词 两个动词的功能 但是呢 不一定所有的副词 都是可以这样用的 同学要特别注意了 要特别小心 好 所以呢 有关于连接副词 还是一样 在连接词的那个章节里面 我们有提到 除了单字可以呢 怎么样插入之外 可以放在句子的中间 表达更完整的意思之外 那么第二个重点 我们来看看 有时候片语 也可以是插入意思 整个字吗 句子当中的 我们来看看 老师所举的例子 好 来看一下第一个例句 it is 记得咯 整个句子 不要这个插入的部分 也是完整的 也是可以的哦 但是加入插入的字 或者片语 整个句子呢 可以更怎么样 更加的清楚 表达出说话者的意思 所以这句话是 it is due to his misunderstanding 好 understand叫了解 misunderstand叫做误解 加上一个mis 便相反词叫误解 那misunderstanding 这个后面加了ing 当名词来使用 放在所有格的后面 好 整句话不要 after all 变成 it is due to his misunderstanding 这件事情啊 都是由于他的误解 由于他的误解 因为他的误解 所造成的 我们加入一个after all after all叫做毕竟 毕竟啊 这整件事情啊 都是因为他的误解 他的误会 所引起的 加了一个毕竟 它另外有个意思产生了 对不对 it is after all due to his misunderstanding 要特别注意了 这里的after all 放句首 可不可以 可以的 我们说了 after all due点 it is due to his misunderstanding 毕竟 整件事情是由他的误会 所引起的 这样了解吗 好的 再来看一下第二个 clothes in this boutique in my opinion are overpriced 还是一样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我们不加 头尾也是一个 很完整的句子 clothes in this boutique boutique are overpriced 在这一家店里面 boutique 卖各式各样商品的商店 在这家店里面 我们也可以说成 我们有一种说法 叫精品店 有没有 在这家精品店 在这家店里面 所卖的衣服 are overpriced 我觉得呢 价格过高 price是价钱的意思 price的是标价的 加了一个over 就是呢 标价超过了 那就是价钱太高的意思 我相信从字面上 你就可以看得懂 这一个字 are overpriced 我认为标价过高了 在这里加了一个 in my opinion in my opinion 叫做以我来看 opinion 叫做意见 想法 介细词用in 整个片语 接下来in one 某人的opinion 以某人之见 在这里是 以我来看 以我之见 所以整句话是 以我来看 这家店里面的衣服 怎么样 太贵了 标价呢 标的怎么样 高的离谱 我觉得呢 以我来看 那当然了 在这里加了 in my opinion 是纯粹表达我的意见 可能对别人来讲 对于有的那种 超级贵妇来讲 哎呀这个价格不算什么 所以加了一个 in my opinion 纯粹告诉对方 只是以我之见 你的想法 我就不知道了 别人的想法 我就不知道了 像系老师 如果穿的衣服 都是一件两百块的 对不对 都是一件两百块的衣服 可是我发现 他店里面的标价 一件都两万块 我觉得 对我来讲 对我来讲呢 这家店里的衣服 怎么样 太贵了 标价过高了 加了一个 in my opinion 更清楚地表达 告诉人家 是以我来看 以我这个角度来看 这样懂吗 好 再来看一下第三句 He is rude bad-tempered and-consighted insured He is a very unpleasant man 我们说呢 他能怎么样 他这里讲了好多缺点 Rude bad-tempered consighted 有没有 他呢怎么样 很暴躁啦 脾气不好 很粗鲁啦 然后脾气不好啦 然后呢怎么样 又常常讲话得罪人啊 或者是呢 反正就是脾气很 没有办法控制就对了 讲了这么多的 他的缺点 性格上的缺点 还有一堆耶 他可能呢 很粗鲁啦 脾气不好啦 脾气暴躁啦 常常爱乱骂人啊 或者他常爱迟到啦 反正他一大堆缺点 来不及讲 我们干脆用一个字 in short in short 就是简而言之 简单的说来啊 he's a very unpleasant man 他是一个呢怎么样 他是一个很怎么样 非常不快乐的人 或者是他是一个 很难取悦的人 都可以 un pleasant 他是一个难以取悦的人 或者是他是一个 很不快乐的人 好 in short 把你前面要讲的 这么多一大堆 你看用破折号 所以我们说了 在插入的字或句当中 我们除了用豆点 把它隔开之外 我们也可以用这所谓的 破折号 来后面 来怎么样说明 in short 简单的说来啊 他是一个这样子的人 有没有 前面讲了很多的缺点 可能都还没有讲完 我们后面用一个in short 简而言之 简单的说 这样的一个片语 在后面来做注解 就告诉人家啦 他很多啦 很多缺点啦 我就是呢 怎么样 还来不及讲完啦 反正我也懒得讲那么多 简单的来说 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这样了解吗 所以呢 插入的部分 是呢 有它特殊的意思 特别的意思 而且呢 可以把自己要讲的 表达得更清楚哦 第四个 she seldom if ever goes to the movies by herself 好 整句话 逗点中间的不看 she seldom goes to the movies by herself 她很少 自己独自一个人 去看电影 by herself 独自一个人 她很少 独自一个 去看电影 对了 像谢老师也是不喜欢 独自一个人 去看电影的 为什么 看到好看的电影呢 要有人跟你怎么样 要有人同时跟你分享嘛 一起讨论他呢 很好的剧情 很好的怎么样 演员 很好的演技 可是如果刚好看到 很不幸的看到一部烂电影 当然也要 有人坐在你旁边 跟你一起骂 对不对 这样心情呢 才会怎么样 心情才会愉快 对于任何不满的情绪 不吐不快 可是自己吐又 感觉好像怎么样 不是气势 是不是那么好 所以要有人跟你一起去呢 一起赞美 或者是一起责骂 对不对 所以谢老师 跟这个句子里面的例句 是一样的 She seldom goes to the movies by herself 她很少一个人去看电影 但是这句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If ever 那谢老师 有没有曾经去看过电影 有啊 自己一个人去看过电影 有 只不过呢 可能十次里面 只有一次 这样的状况 所以我们讲的很少 Seldom 到底少到什么 十次里面只有一次 还是一百次里面 只有一次 还是几乎根本就没有过 印象中好像没有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里呢 再把它补充 说明得更清楚了 She seldom 她很少 If ever 如果曾经有的话 也是很少 可能一百次里面 只有一次两次而已 如果有的话 她也很少会怎么样 会自己一个人去看电影 好 她也 If ever 告诉你 有过 但是几率很少 有没有看到 这很明显的 把它补充 说明得更清楚了 所以当然你看 ever是频率副词 讲次数的 她放在seldom的后面 seldom也是表示 次数的很少 所以整句话 就是我们讲 如果有的话 她很少 如果有的话呢 也是很少 自己一个人去看电影 再来第五句 It was killed And what was worse It began to rain 在这里的 What was worse 这样的表现方法 可以用to make matters worse 这个片语来代替 所以It was killed And to make matters worse It began to rain 什么意思 哎呀 这叫做什么 每况愈下 有没有 每况愈下 就是呢 天气很冷 但是更糟糕的是什么 It began to rain 还开始下起雨来 哇天气冷 你自己个人走在路上了 天气冷 衣服不够也就算了 结果更不幸的事啊 更糟糕的事啊 竟然又开始下起雨来 哇那又湿又冷 你们发现状况是怎么样 一样比一样差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到 这个片语叫做 What was worse 或者是 To make matters worse 这样的一个片语 更糟的是 更糟的是 好 所以你这句话如果说用 It was killed And it began to rain 天气冷 而又开始下雨 你会发现 力道好像弱了一点 It was killed And it began to rain 力道很弱对不对 加了一个更糟糕的事 就可以很清楚的告诉 如果你写的是一篇文章 或者是写一篇小说 这是小说里面的一句 你很清楚的可以告诉人家 冷 对于讲话者来 已经 对于讲话者来讲 已经是一个不好的状况了 然后再加一个更糟糕的事情 后面这个下雨 又是一个什么样 另外一个不好的什么 不好的局面 不好的情形 所以可以把这句话呢 更加强 更能够表达出 说话者的感觉了 对了 那么插入的这个部分 就是有这样的特性存在 好了 所以记得 讲了这么多例子 不仅你要看得懂 下次在文章里面 你要看得懂 讲话的人 或者写这篇文章的人 他要表达什么 记得 你自己在讲话的时候 也要试着 用用这样子插入的表现 好 再来看看 其他的重点 在讲到插入的重点的时候呢 我们提到 除了单字或者片语 可以插到一个句子的当中之外 另外 子句也是可以的 也就是另外一个主词 另外一个动词 这样的子句 也可以放在一个 完整句子的中间 来表达某一种概念 譬如说 黑板上的例句 来看 黑板 第一个 I thought he would get better 我认为呢 他可以怎么样 get better 身体会好转 身体会痊愈 叫get better 我认为呢 他怎么样 他会好转 but as it is he's getting worse but as it is 你看 又来一个主词 又来一个动词 us 就如同 他的这个状况 is 叫做现在 就如同 他现在的状况 是一样的 he's getting worse he's getting worse 不仅没有变好 不仅是跟现在的状况 一样 反而另外 he's getting worse 还变得更糟了 有没有 好 所以 I thought he would get better but as it is he's getting worse 我认为 他怎么样 情况会好转 但事实上是怎么样 事实上呢 他的情况呢 变得更糟糕了 but as it is 解释成 事实上 情况 却跟之前想的 不一样的时候 有一个插入的子句 叫做 but as it is but as it is 有没有看到 在这个部分 我们用的是 现在式的B动词 is 同学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 为什么要特别注意 这个意思的动词 因为来看一下 第二个例句 he is as it were a walking dictionary as it were 也可以用 so to speak 这个片语来代换 so to speak as it were 用的是过去式 有没有看到 一个是as it is 事实上是指什么 as it were as it were 中文呢 解释成是所谓的 怎么样 所以整句话 不要中间插入的部分 前后文是这样 he is a walking dictionary 他是活字典 working dictionary 就是我们中文讲的活字典 我们用活来形容 英文用working来翻译 所以记得了 working dictionary 不要翻译成 会走路的字典 那就很怪了 a walking dictionary 是活字典 一般来讲 都来形容人 指人很有学问 像字典一样 什么内容都有 对不对 只要不知道的事情 去问他 他就可以答得出来 在人的身上 我们用 a walking dictionary 来形容 那么在这里呢 插入了一个as it were 记得用过去式的 B动词 word指的就是呢 所谓的 他就是所谓的 也就是大家都这么讲 就是所谓的活字典 所以要特别注意 as it is 事实上怎么样 as it were 要特别注意了 as it were 叫做呢 也就是所谓的什么东西 所谓的什么东西 要特别注意一下了 好 再来看一下 这个句子第三个例句 我们来看一下了 fishing in this river as far as I know is prohibited 要特别注意了 这里的fishing in this river 跟这里的后面 is prohibited 整句话是完整的 在这条河流里面 钓鱼呢 是被禁止的 is prohibited is prohibited 在这条河流里面 钓鱼是被禁止的 这个同学 请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但是呢 我们再加上中间的 这一个部分叫做 as far as I know 就我所知 我们中文翻译成 就我所知 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呢 讲话的人在告诉对方 我知道的情形是这样的 但是事实是怎么样呢 我不太记得了 或者我根本就不知道 事实是怎么样的 就我印象当中 就我所知 在这条河流里面呢 是禁止钓鱼的 有没有 as far as I know 就某人所知 as far as I know fishing in this river as far as I know is prohibited 是被禁止掉的 再来看一下第四个例句 第四个 something ought to be done 好 来看一下它字面的意思 字面上的意思是这样的 something 某件事情 ought to 叫做应该 好 to 或没有原型动词 而且这里出现了一个被动 be done 应该要被做的 可是有时候很奇怪 英文用被动来表达 你直接把被动翻成中文 会很奇怪 某些事情应该要被做的 某些事情应该要被做的 换句话说 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什么 应该要去做一些事情吧 应该要做一些事情吧 应该设法去处理一些事情吧 应该想办法去做一点事情 我们英文会这样讲 something ought to be done something ought to be done 你如果翻译成被动的话 感觉有点怪怪的 比较不像我们的国语 所以记得咯 你要把一个英文句子 翻成中文的时候 要按照我们中文的习惯来翻 所以呢 应该要做一点事情吧 I agree 我同意 我同意应该要做点事情 我同意应该要想办法去处理 设法去处理这个状况 应该做点事情 It's worth thinking about It 指的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一个 我们所讲的这一个事情 就是要做点事情的这种状况呢 It's worth thinking about 是值得怎么样 是值得考虑的 这个事情 这件事情是值得你考虑的 我认识到什么时候会讲到这句话呢 比如说 我们怎么都在这里无所事事呢 我们只想得要发明一个什么东西 但是呢 仅止于脑筋想 而没有实际去付出行动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讲了 something ought to be done 应该要做点事情吧 I agree 我同意哦 It's worth thinking about 这值得呢 我们好好想一想 该怎么样来着手 进行这件事情了 有没有 I agree 我同意哦 I agree 所以放在这里呢 很清楚的 可以表达出自己的感觉 有没有看到 整句话更完整了 不仅可以把你句子 你所要表达的东西拉长 而且加上一个这样子的 插入的词句之后 意思会更清楚 会更清楚的表达 我们说 学任何一项语言 不管是自己的母语国语 或者是你所学的外语 英语也好 日语也好 法文也好 不管你学了什么样的 那么最常 在台湾最常学的第二 第一个外国语言 就是所谓的英语了 你在用这个语言的时候呢 当然要很清楚的 运用这个语言 表达自己的感觉 给别人知道 所以这种插入的剧情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 好 再来还有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五个 Too much exercise 头尾还是一样 是一个完整的子句 我们来看 Too much exercise is bad for your health 过多的运动呢 对你的什么 健康有害 对你的健康是不好的 bad 是不好的意思 所以 Too much exercise is bad for your health 可是这句话是谁讲的 是你讲的 讲话的人这样讲 这样认为 还是医生讲的呢 还是专家讲的呢 我们中间加了一个 I think 我认为 我认为 Too much exercise I think is bad for your health 这样子呢 表达 其实它整句话的意思就是 I think Too much exercise is bad for your health 是这样的意思 我认为啊 过多的运动呢 有害你的健康 这是一种说法 I think 放句手 后面连接一个 that字句 有没有 I think 连接一个字句 那当然that可以省略掉 I think Too much exercise is bad for your health 那么现在谢老师告诉你呢 它还有另外一个位置 我们可以放在这里 Too much exercise I think is bad for your health 它可以这样子的 形成一种插入的句子 用逗号把它隔开来 意思是一样的 OK 再来看一下第六个 Picasso Picasso是谁呀 一个呢 很有名的画家 大家都知道的 所以我现在就是要告诉你咯 Picasso As you know 就如你所知道的 对了 你所知道的Picasso 跟我所知道的Picasso 是同一个人 对不对 好 Picasso is one of the greatest artists in the world Picasso One of 叫之一 看到of 要先从后面的名词 先翻译是 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 有没有 Picasso 就你所知 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 对了 Picasso is one of the greatest artists in the world 加上 As you know 更加提醒人家 我讲的那个Picasso 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也是你所知道 我讲的那个Picasso 就是你所知道的那个Picasso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加进去 所以呢 在这里面呢 子句的插入里面呢 包括从第一个开始的 as it is 一直到as it were 老师要特别提醒你 刚才忘了提醒 现在突然想到 as it is 叫做就如是 事实上是怎样 as it were as it were 很多同学看到这里 他会觉得奇怪 老师 主词明明是 it 你的动词 如果用过去词 应该是 it was 为什么你用 it were 要特别注意了 这个有点 类似所谓的假设语气 我们说啊 刚才那个例句 同学看一下 你的讲义的第二句 他就是所谓的活字典 换句话说 事实上 他是不是字典啊 他就是他 他是一个人耶 他怎么会是字典 所以他是不是 这种假设的说法 对了 所谓的活字典 他跟字典 根本不是相对的 只不过我们是用 这样隐喻的方法 比喻的方法 以功能性 对不对 我们说他很有学问 问他什么都知道 字典也是一样 你不知道的东西 你就可以去查字典 所以他就是 所谓的活字典 我们用的逼动词是 word 为什么 因为有一种假设语气 的感觉在里面 事实上他不是字典 他是人啊 他怎么会是字典 对不对 所以用as it were 也就是所谓的 什么什么对象 有假设语气的含义在里面 所以我们逼动词 才会用word 有没有 刚才忘了提醒各位同学 在这里补充给各位同学 也不然有的同学呢 脑袋抓破了 都搞不清楚 为什么用过去式逼动词word 还有呢 我们刚才提到的 as bad as I know 就我所知 I agree 我同意 as you know 就你所知 有没有 所以这些呢 通通都是呢 有主词有动词的子句 有没有看到 他是含有主词动词 主词动词 这样的子句 也是可以形成一个插入的句型 也是可以形成插入的句型 所以同学在运用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一般来讲 像这样的插入句呢 其实都有他自己的意思 都有他自己的特殊意思 所以同学 自己要运用的时候 要把这几个呢 有关于插入的子句呢 把它学起来 然后你在表达的时候呢 你才能够灵活运用 好 这个是在第四节里面 我们听到的插入句 不要忘记 有三种东西 都可以是插入的句型 比如说单字 比如说片语 比如说子句 了解吗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这个部分 叫做同位语 什么叫同位呀 顾名思义 顾名思义 所以你可以发现呢 在这个特殊构句的 这个章节里面 从第一个的倒装句 然后一直讲到 最后一个同位语 你可以发现 文法名称 根本就不应该是 困扰你的一个部分 因为你只要看到 中文的解释 你大概就可以知道 它的句型 要告诉你什么 那么顾名思义咯 同位语 什么叫同位呀 地位相同 什么东西 跟什么东西 地位相同呢 我们会在一个什么 一个句子里面 插入 它其实也是一个 插入的一部分 但是呢 它其实是插入 更强调地位相同 跟谁的地位相同 跟它所要讲的名词 或者是代名词 它讲的对象是一样的 地位是相同的 所以呢 在英文里面 叫做同位语 这样了解吗 这个同位语 也是放到句子当中去的 不过它跟前面的 插入的句型不一样 插入的句型是 另外有个独立的 我认为太多的什么运动 有害你的什么身体健康 然后呢 就你所思 毕卡索是怎么样 世界上伟大的艺术家之一 像这样的插入句 都有它的意思 但是同位不仅是插入 它代表的意思 对象还是同一个 什么意思呢 好像感觉有点懵懵懂懂 对不对 来 没关系 看例句 第一个例句 Her best friend Her best friend 她最好的朋友 Lissa is a nurse 要特别注意哦 她最好的朋友 叫做Lissa 她是一个护士 有没有看到 你有看到这里的动词 她用的是单数动词 这个句子要看得懂 在这句话里面 她告诉你 有一个人是护士 好 是她最好的朋友 最好的朋友 叫什么名字呢 叫做Lissa 所以这个Lissa 其实就是讲 最好的朋友 所以只有一位朋友 像这种插入的风心呢 叫做同位语 叫做同位语 什么叫同位 一看就知道了嘛 她就等于她 她也等于她 跟这个前面的不一样 有没有 这她自己有独立的意思 纯粹只是插进去呢 表现一个某一个看法 某一个补充的东西 她跟前面没有相关 跟后面也没有相关 但像这种 放在一个名词的后面 或者放在一个代名词的后面 跟她表示的对象 是同一个的时候呢 像这种东西 就叫做同位语了 讲了解了吗 好 所以要记得 人家讲到 her best friend lisa is a nurse 对象只有一个 那你如果说 老师两个呢 如果是讲两个人呢 我说啊 她最好的朋友啊 还有lisa 他们两个呢 都是护士哦 那这时候 你一定要用一个 谁连接词了 her best friend and lisa are nurses 如果你要讲的是 两个人的话 你要用个end来连接 her best friend and lisa are nurses 但是你如果只讲一个人 纯粹是同位格的话 直接摆在这个名词的后面 就很清楚地告诉人家 原来她就是指她 她就是指她 有没有看到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你们做学生的啊 应该用功读书 你们学生啊 应该用功读书 怎么说 you students have to study hard you students 你会说 老师你为什么不用you're 你们的学生 你的学生 不对 我讲的是 你们学生 我讲到 你们应该用功读书 学生应该用功读书 对不对 但是我把它凑在一起 我强调了 你们身为学生的 你们就应该要用功读书 你们学生应该要用功读书 you students have to study hard 有没有 you students 这个students也是属于 同位与同位格 它指的就是前面的you you指的就是students students指的就是you 这样同学了解了吧 所以在这里 Lisa指的是best friend his best friend 也就是Lisa 这样了解了吧 好 所以呢同学 你就可以举一反三了 第二题 cutter a friend of mine graduated from Oxford University 好 他是呢 毕业于哪里 graduate叫毕业 从哪里毕业 接续使用一个from graduated from Oxford University 毕业于有名的牛津大学 有没有 cutter这个人 这个人是指谁呀 我们这一整句话可以讲 cutter graduated from Oxford University cutter毕业于牛津大学 但是啊 我讲cutter的时候 后面没有补充说明 表示我也认识cutter 你也认识cutter 我们都认识cutter 但是今天cutter是我的朋友 你又不认识 对不对 我只要告诉你 我有一个朋友啊 叫cutter 他毕业于牛津大学 哇 好有名的学府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中间来一个 a friend of mine 他不是呢 他不是a teacher of mine 也不是呢 什么 a boys of mine 不是我的儿子 或者a girl of mine 也不是我的一个女儿 不是 我告诉你的cutter cutter是我的一个朋友 他毕业于什么 他毕业于牛津大学 所以呢 加上一个a friend of mine 其实他指的 还是这一个cutter 他不是在指别人哦 这里不是指两个人 毕业于牛津大学哦 只有一个人叫cutter 那么这个cutter是谁 cutter是a friend of mine 是我的朋友 这样了解了吧 所以呢 在这个部分 同位语 跟中间的 我们所谓的插入的重点 真的是很大的不同 同学要特别注意一下咯 同位 同位 它都是放在名词的后面 来补充说明 那你在表达同位的时候呢 像这样子的名字 你说老师 我这里要加豆点 可不可以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但是一般来讲 如果你后面是名字的话呢 我们会把豆点省略掉 你也会看到这样的句子哦 所以呢 在这里的lisa 前后要不要加豆点 是ok的 都没有关系 所以her best friend lisa he's a nurse 加豆号 不加豆号都可以 cutter a friend of mine 像这样比较长的句子呢 也不是 也是长的片语呢 放在句子的中间的时候 我们习惯都加上豆点 加上豆点 所以指的 还是前面的cutter 这里lisa 指的就是他最好的朋友 这个就是同位语的表现哦 所以记得 同位语 这个文法名称 告诉你的 所代表的含义就是 地位相同 对不对呢 好 所以要记得了 他们地位是一样的 也是代表同一个对象哦 好 接下来 还有同位语的 其他的例句 我们继续看下去哦 好了 当然不是只有名词 有所谓的同位语的表现 再来看看其他的例句 在第三个例句当中 我们说了 she was born and raised was born 出生在什么地方 我们中文讲 出生在什么时候 出生在什么地方 出生 记得在英文里面 要用过去式必动词 was were 加上 PP的born 记得咯 一定要用被动 因为每一个人 都是被生下来的 这样了解吗 中文听不出 听不出被动 但是英文要记得 用was were 加上 PP born 所以 she was born 她出生 and raised she was born and she was raised 是这样的 所以你会看到 怎么只剩下一个raised 她是被出生 或者是被养育 而且是被养育 在什么地方 in the city of New York 你有没有发现 这里的of New York 指的就是她前面 讲的city 所以在这里的of New York 跟city 它是一个同位语的表现 你有没有看到 她是在什么 纽约这个城市 出生跟长大的 我们中文是这样翻译 她是在纽约这个城市 出生跟长大的 这个同学要特别注意了 好 再来看一下第四个 The question whether he would get agree with us was discussed 来看一下 discussed这个动词 discussed叫做什么 叫做讨论 括号起来的部分 其实就是指这个问题 有没有 这个问题已经讨论过了 The question was discussed 这个问题已经讨论过了 什么样的问题呢 whether he would agree with us 他是否会同意我们啊 这样的一个问题 已经讨论过了 我们已经讨论过 他到底会不会同意我们 这样的一个问题了 有没有 好 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 我们也可以用 这样的子句 代表了是什么 同位语的一个表现 把它所在这句话里面 所讲的问题 表达得更清楚 whether是否 它连接一个主词 一个动词 它本身是一个连接词 是否他要同意 他会同意我们 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了 好 再来 it's a it is a fetal or a violin 好 fetal 是一种琴 也就是呢 怎么样 也就是 or 在这里不是或者 也不是否则 在这里的 or 是也就是的意思 好 它是一把 fetal 一把这样的琴 这种琴呢 换一种说法 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 violin 所以or 这一个字呢 有什么 也就是 也就是 这样子的什么 解释 这样子的用法 同学要特别注意哦 这是一把所谓的 fetal琴 那么 fetal 大家讲 fetal 可能不太了解 对不对 好 这把琴呢 or a violin 也就是你们大家 所熟知的 也就是你所知道的 小提琴 violin 所以在这里的 or 其实呢 这个 violin 指的就是这个 fetal fetal 指的就是 violin 有没有看到 两个东西是一样的 我们用 or 在这里解释成 也就是什么 再来第六个 He came home two hours later than usual 它呢 比起 平常 比起一般的时候 than you do 比平常晚了两个小时回家 that is 或者你讲 that is to say that is that is to say 也就是 那当然呢 我们也可以用 namly namly 这个副词 中文也解释成 也就是呢 是几点呢 about nine o'clock 其实呢 我们中文这样讲就可以了 He came home about nine o'clock at about nine o'clock 他大概是九点中回家的 但是你看呢 我们加了 two hours later than usual 他平常呢 都应该是七点多回家 可是呢 他今天呢 他怎么样 比平常晚了两个小时 晚了两个小时 也就是大概几点啊 大概是九点的时候 才回到家 有没有听到 在这里呢 that is to say that is 把to say省略掉 老师已经括号起来了 有没有看到 我们直接讲 that is 也就是 什么时候 后面这个也是补充说明的 但是同学你可以发现 这里的什么啊 九点 是不是就是他回来的时间 所以这里的 about nine o'clock 是跟谁同位语啊 是跟这个 two hours later than usual 比起平常晚了两个小时 其实就是这样的时间 那当然呢 你会这样讲的时候呢 诶 讲话的人 大概知道他平常 所谓的usual 平常的时候 大概都是七点回到家 那么呢 今天呢 比平常晚了两个小时 晚了两个小时 所以 he came home two hours later than usual 这句话 其实已经很完整了 但是要告诉对方 他平常是几点啊 可能呢 我如果跟你讲 诶 他比平常晚了两个小时 你可能不太清楚 他平常是什么时候回来 对不对 那我告诉你咯 诶 也就是他回来的时间呢 that is about nine o'clock that is to say about nine o'clock namly 急 诶 这里的namly 或者是that is 就是急 这样的意思 急 也就是九点的时候 好 这个也是 后面时间指的是前面 所以它的地位是相同的 所以我们称为同位语 对不对 好 再来看看 最后一个例句 最后一个例句 一群同学看清楚了 来 all of us 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 new the fact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事实 什么样的事实呢 that 这里呢 老师呢 一定是写错一个地方了 这里呢 一定是写that 而不是写的 很清楚的可以看得出来 这里是一个that字句 同样的这个部分 也是应该是一个that字句才对 好 所以来看一下 这个that字句从这里 一直到最后这个部分 同学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这个句子咯 好 来看一下咯 all of us knew the fact 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事实 什么样的事实啊 这个事实它用that来怎么样 他就是这件事 这件事情也就是他 有没有看到 这个就是同位语的基本精神 什么事实呢 其实这句话讲到事实就可以了 所有人都知道事实 你不用再狡辩了 所有人都知道事实了 什么事实 来 讲清楚 that she was trying to conceal the scandal 她试着要去隐瞒 这一个scandal 丑闻 她试着 隐瞒 这一个丑闻 不让人家知道这个丑闻 有没有 她想要隐瞒这个丑闻 就是我们讲的事实 事实上 也就是这件事情 她想要隐瞒这个丑闻 所以她 就是指fact 这是同位的 有没有看到 但是这一句话 特别注意哦 这一句话 就不是什么 就不是同位的哦 看好了 all of us knew the fact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 知道什么 她想要隐瞒的 那个事实 所以她这个部分哦 that 子俊老师挂号起来 画一个箭头到fact 你看这里画了两个箭头 在这里画了两个箭头 这个代表的是一个同位语 好 我们所有人都想 都知道这个事实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 她想要 她试图隐瞒这个丑闻 这样子的事实 但是这一个 注意的这个例句不一样哦 这里 这个that子句是修饰它的 这个子句叫做形容词子句 这个叫做形容词子句 好 你看好了 老师怎么翻译哦 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 知道什么 她试图隐瞒的事实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 她试图隐瞒这个事实 有没有看到 谁要特别注意哦 这个句子呢 我们所有人知道这个事实 什么样的事实 她试图隐瞒这个丑闻 这样的事实 隐瞒这个丑闻 就是我们讲的 我们所知道的那件事实 这个事实也就是 她要隐瞒丑闻的这件事 但在这里不一样 这里的fact是她的授词 她试图隐瞒这样子的事实 这句话 本来应该是可以变成两句的 来老师把它写下来 一句是这样的 有没有 All of us knew the fact 然后另外一句是这样的 She was trying to conceal the fact 这一句话是从这两个句子变来的 是从这两个怎么样 句子合并起来 你看到这里有一个the fact 这里有一个the fact 有没有 所以它本来应该是 She was trying to conceal the fact 她试图要隐瞒这样的事实 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是 她想要隐瞒的那一个事实 隐瞒不了我们知道 所以这个conceal后面有一个什么 授词是the fact 但是这里不一样 她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 知道的这个事实 也就是后面的这个事实 所以我们可以讲成 All of us knew the fact 我们也可以讲成 All of us knew that she was trying to conceal the scandal 所以记得 这个事实跟这里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哦 所以它是同位语 在这里呢 这个事实 就是它要隐瞒的这个事实 所以像这样 什么是同位语 什么是形容词 子句 你要搞清楚 这个动词conceal conceal在这里后面有个授词 因为跟前面重复了 所以用关系代名词来代替 代替它 所以要特别注意了哦 在这个部分 在这个部分 只有that 才是指它 that 这里的只有这个部分 这一个that这个字 才是指事实 在这里不是哦 这整个老师 红色粉笔画起来的部分 指的就是它 这样同学看得清楚了吗 所以要特别注意了哦 要知道一个句子 它怎么去翻译它 你要指的是 知道是它跟谁是一样的 知道它是代替谁 你才不会翻译错 所以同学还是一样 你把笔拿出来 fact画上红线 然后整个that的子句 画上红线 整个子句 等于这个 我们所知道的这个事实 但是在这个不一样哦 这里的fact 只等于这个that 有没有 这个that 在这个部分 老师一并帮你把它画起来 这里的that 代替的就是哪里的 这里的the fact 它只代替的这一个部分而已 所以同学要分清楚这两个句子 好了 在这个这里呢 我们提到的 所谓的特殊构句 这五节 五个小节里面 我们所提到的包含了什么 所谓的倒桩啦 或者是各式各样的 什么插入句啦 同位语啦 这样子各式各样 比较在英文里面 比较特殊的表现方法 虽然它比较特殊 但是呢 也是指一般的句型 没有什么特别难的 你要把握它 基本的学习要点就可以了 好 这个章节我们讲完了 希望同学呢 在这个特殊构句里面呢 可以学到很多 以往呢 你在初级英文所没有学到的 一些重要概念 好 希望同学学习愉快 我们有机会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